我每天是二十克油 五克鹽 嗯 真不難吃 崩潰過嗎 崩潰過 會覺得 大家都在吃飯 大家都在快樂 大家都在路上走 我在幹嘛 我還活著嗎 大陸女性佳麟在肚子邊自導電影 人辣滾燙 為了拳擊手角色減重50公斤 她日前在節目上公開方法 大白菜 這個是紫甘藍是吧 紫甘藍 雞熊肉 彩椒 來一會兒涼了 關鍵是要細嚼慢咽是吧 我訓練的時候 吃的還培養自己吃飯慢 後來結果進居足以後就不行了 所有人都會 當然快點 就是少油少鹽 這個少是什麼標準呢 我每天是二十克油五克鹽 真不難吃 我不開始訓練以後就開始寫日記 就是記錄一些身材變化 我日記裡一開始有吃 我要當吃播 我要吃四川火鍋 後來你就慢慢 你想吃的東西就變成了 我要吃涮羊肉 潮汕牛肉丸 慢慢地就變成了想吃一口牛排 它已經變得很健康了 越來越清淡 最後我就想 三公魚感覺不錯 這種飯你知道嗎 它有一個特別厲害的點 你看著的時候覺得特別多 你放下筷子就餓 它原因是它油太少 我只要也盡量 八個小時現在吃完 這麼多年已經習慣了 緩解壓力的方式就是吃飯和喝酒 但現在我跟編劇們聊劇本就會喝茶 然後或者是在一些健身房裡 或者他們聊劇本的時候我就站著來回溜的 佳玲為了不提前曝光計劃和成果 減重式完全是閉關狀態 因為我每天都要訓練 所以我也沒怎麼出去過 我有去看過周杜魯的演唱會 因為離得比較遠 大家也沒 沒有人關注是不是你 就那一次 崩潰過嗎 崩潰過 9月1號那天崩潰了 印象好深刻 因為9月1號那天 就感覺 為什麼要這麼活著 人一定要這樣嗎 會覺得大家都在吃飯 大家都在快樂 大家都在路上走 大家都在去逛街 大家都出去旅遊 我在幹嘛 我還活著嗎 還有生命嗎 還有心跳嗎 還有思維嗎 然後那天我就讓助理鍋點了烤串 然後開了一瓶紅酒 吃的時候內心沒有自責 我沒有悔恨 也沒有難過 我知道那天如果我不吃那頓烤串的話 我可能就堅持不下去了 我以前可愛吃烤蝦了 我那天他們也給我點烤蝦 我就是不吃 我就是不吃蛋白質 就你知道那個心態 就偶爾後退一小步 是為了更加好的大踏步的前進 不吃蛋白質 我才不會吃了吧 就好看 我愛吃蝦了 我愛吃蝦 唯